演員李秉鮮7日下午出席了 第2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 參加在釜山市電影殿堂前廣場舉辦的Open Talk活動 除了和記者深度討論與人生相關的故事之外 現場也接受觀眾提問近距離和李秉鮮互動的機會 一解觀眾們對演員的好奇 用資深魅力征服好萊塢的李秉鮮 想把這些努力的成果展示給誰看呢 我真的會想要展示給我的父親 我會想要展示給我的父親 我已經十七年了 父親在你能想看你 想浮誇那麼有特別有ён的影響 如果你現在看到我 都聽到我經驗的東西 如果從多發生的位置 好感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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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已經成為世界知名演員的李秉獻 最想聽到大家對他的形容詞是 我认识的语言之中 我认识的时间也没有 拍过那么多作品的李炳宪 有哪部电影对他来讲是最具意义的呢? 作品一样是各种不同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很甜蜜的生命 我认为是很甜蜜的生命 我认识的情绪是更多人 我认识的情绪是 这一篇情绪是 我经历了一个展计的 我认识的情绪是 也有很多人在外国的 有关的情绪是 我认识的情绪是 在中国的情绪是 从不可爱的情绪是 从不可爱的情绪 在中国的情绪中